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 Bala Talk 剛剛下班又未搭車之前 偷得浮生半日閒 錄下影片 我記得我小時候 幾乎 幾乎 從來不打架 可能我記得是和表弟打過一次 都是一拳起兩拳子 然後到中學的時候 又打過一個同學一槌 原因為何我不打架 不是因為我是怪的 而是我 包括經過兩次之後 我發覺我打架是完全不聰明 又小顆 輸硬 既然輸硬 最後又要被先生罰 何必這麼蠻居 照同樣的道理 我都不會參與賭博 很多時候說起賭博 那些人就會說 為何不參與呢 小顆基督徒 就是因為 你不可以貪財 還有賭博會有一個 即是上癮 又會令到家破人亡 各方面 但是 我不是這麼賭博會有很多原因 很多的問題 另外就是 上不上癮 你都可以說是有不同人的自製能力 各方面 再加上 究竟聖經 有沒有一段經文說 不可以賭博呢 是沒有的 那你說 間接來說 他是貪菜的 如果我賭博是為了享受過程 那是否代表我又可以呢 我又不介意輸 我慘得我有錢 那又是否可以賭博呢 那這個值得 那再加上 就是 聖經不單止沒有說不給賭博 甚至乎有很多 都是有賭博成分的 那我現在不是在說你 不能夠全知 全了解 這個耶穌基督 所以呢 你 信耶穌也是一種賭博 那我不是在說這件事情 而是 聖經真是 如果我將賭博的 這個解決定為 你有一個 或然率 即是 你會有一個 會收出現的 而你 去下注碼 又或者是 付出你自己的一些代價 去換取某一些的利益 或者有些將來的 outcome result 如果我們界定這個是 賭博的話呢 那聖經就不少了 那最出名的例子 當然是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那些兵丁 去分他 那件比較漂亮的衣服 那 就不想撕爛他 因為撕爛他的價值會暴跌 那 那是賭博 那當然你說 這個兵丁 不是耶穌自己 那不可以計 但是聖經裡面 譬如去選 選素羅做領袖 又或者 就算去到新約 選這個 即是十二門徒 即是猶太過身 那釣影自殺 那選另一個 那都是用這個 尖溝的方式 即是抽籤 那抽籤當然 他有那個篩選過程 篩選完之後 就快要去抽籤 那都是一個 random 根據 probability的計算 那 那 聖經似乎是容許的 而且呢 視這個為神的心意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所有random 或者 probability的東西 都是合理的 那 至低限度 我們看到現在香港基督教 他重新選過 選特首的選委 都是用一種抽籤的制度 那當然有人救病 這個制度 附加的一些條件 不單止只是說 你的基督徒 信了多久 各方面 要交見證 而是 他分了三群人 都是一些 很不公平的分法 那這個可以 substant argument 那也從這個 不公平的時候呢 我們重新再看回賭博 那再去形智究竟 在賭博的空間裡面 有些什麼東西其實是OK的 有些什麼東西 令到賭博變得不OK 那剛才都說到 那其實賭博 是世界上 可能最公平的一個遊戲 因為它是根據數學上面的 probability 而probability 在某程度上 是 個月收出來 是沒有人知道 是random 是沒有人能夠 即是操控才算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其實呢 是神在創造世界以來 setup的一個定律 which is 一個數學的定律 那你 這一點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反而就是 人用了這一套的theory 它加了一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這個才是賭博的問題 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例如裝飾甲棍 就根據probability 永遠都會輸多過贏 那既然 如果你是做閒家 你入場賭 是輸多過贏的 那為什麼你要賭呢 那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既然你是 即是輸多過贏 在數學上 為什麼你會相信 運氣又或者 某一些神靈 包括賣業的化身 是會令到你可以 低這個定律的呢 那這個不合理的 這個是反制的 所以我永遠不懂的 其中一個原因 也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假如你知道你自己 即是比較厲害 不單止靠運氣 你是可以算牌 或者是有什麼方法 就是好像玩blackjack 那些人說 那個不公平性是最低的 因為譬如你 拿夠五隻可以爆裝 那些 但是其實 根據計算 其實你也是 贏面高多1-2% 始終都是輸面大些 那就是你 你在說的就是 你技術超高都好 你都是輸多過贏 再加上你在駐馬那裏 那些位置 那你都是輸多過贏 那何必呢 那去到最genius 你都是輸多贏 那如果我是莊家 那又怎樣呢 那莊家 就涉及到一個神的做事原則 那就是 究竟我們是不是要 這個世界永遠不會有絕對公平 例如打架這樣 我小顆 那就一定輸蝕過 一個拳頭 好像沙波那麽大的人 那我打他十槌 他都不覺得痛 那然後他打了一槌 已經淚低了 那沒有意思的 對不對 那是很不公平的 那男與女也是不公平 很多事都很不公平 所以我們才說 希望贏在起跑線上 那但是 如果有得選擇 有得定遊戲規則的時候 那我們堅決 或者故意去站在一個 不公平的地方 我們不單止不去 voice it out 或者是去令到世界更加公平 我們還要去縱容這件事 令到莊家贏多 而限家輸多 那這個是不合神心意的 那所以其實賭博 為什麼不合神心意 不是因為貪婪 不是因為令到人家破人亡 而是因為 這個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 而神是不喜歡不公平 而我們不應該助長這件事 而是嘗試令到這個世界更公平 雖然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不公平 那這個是個主要原因 那另外有些人問我 如果六四九 你知道那個故意修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買 六四九就是加拿大的落財 那我的答案就是 如果我知道的結果 那那個就不再成為這個賭博 那所以我是會買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不公平的問題 也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問題 因為我是永遠不會知道那個結果 直到那個結果出來 但結果結果出來之後 我買也是沒有意思的 那所以我是會買的 但是這個不可能發生的 那今天講這個賭博就講到這裡 那最後 最後我appreciate那些在網上 或者是例如《欣語之聲》裡面 講到就是他洗心甲面斬手指街道的那些見證 對於他們來講 真是會上癮 成勝 因為你無論輸錢 你就想贏回 所以你會賭得大一點 你贏錢的時候 你又覺得後運之誠 與你同在 於是你又會再賭得大一點 那慢慢來講 就會影響了你家庭生活 你個人會比較暴躁 為何要輸錢 然後兜巴星的女兒 那或者用酒來麻醉自己 忘記了輸錢這個後果 但又永遠接不到 因為他形容覺得他自己會贏回頭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病態 同一時間 這個是對剛才我所講的 那個probability 非常之不認識 那就是又蠢又有病 那他們願意配改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 亦都是非常之值得欣賞 那我分享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講 由一個比較math 的角度 或者比較理性的角度 去叫人不要嘗試去賭博 但是呢 就不是嘗試去否定 那些人講的見證 是真實性對他有懷疑 或者是對他有不尊重 那我都在此繼續 表現我的尊重 那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